《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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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上一位31歲的病毒感染性患肺炎 病情嚴重 被緊急死亡神定 你看體溫39度 嚴重的肺部感染 快 救命一抢救 血氣 血氣 分工口中 一定要把這個病安全整理回來 可能病癌不過去了 上了ICOM高低生命支持 身在廣州的中南山原室 接連三次遠程回程 病情發展還是比較快 每一個細節都做了 這個血這樣送不行 拉住 拉住 一關一關的陪著它 明明啊 明明啊 你要加油啊 這高速背部感染 будем 120年 一場味色情房間肽生病毒感染的匪引 大人應疫情 全 seventh Ward 4月… ключ 众生 stay away 她的情況來得太快了 她的情況來得太快了 她是23號給了她張湖 去了湖尾宵間 去了 我害怕人沒了 人沒了 我就完了 2020年2月1日凌晨3點 距離中山城區23公里外的小懶人民醫院 接診了一位特殊的發熱患者 1點鐘的時候 她就開始有點發燒了 哪裡不舒服 哪個位置 跟我說她妻子現在懷孕36週了 當時病人是戴著口罩的 但是我還是很清晰的 可以聽到她那個很急促的喘息的聲音 馬上給她量了個體溫 一看體溫39度5 經過急診詢問 患者小敏曾在發熱前一周 返回湖北老家探親 兩天前 開始出現咳嗽等症狀 這病人 極有可能就是新冠的病人 當時我們就啟動了一級的防禦 入院8小時後 小敏的病情出現了急劇的變化 她的情況來得太快了 我自己人也受不了了 眼淚就流下來了 中山市小懶人民醫院專家組 立即對小敏進行肺部X光檢測 經專家會診 確認患者是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需要即可傳訪中山市新冠肺炎定點收治醫院 第二人民醫院進行隔離治療 當她就是通知轉運的時候 這個病人就是病情急轉直向 心率達到170次 並且血壓不穩定 感染性休克 嚴重的一個肺部感染 呼吸衰竭 這樣一個缺氧的狀態 媽媽很危險 患者的病情分分秒秒都在惡化 專家組發出了就地搶救的指令 通知我們專家組相關的 博外醫院的常客 還有我們人民醫院的重症的 馬上到小蘭去參與這個 院復的這個搶救的事 一場與死神的國鬥 就此展開 血氣血氣 血氣在哪裡啊 百萬萬元水一起拿進去 小蘭人民醫院不是傳染病醫院 沒有負壓病房和負壓手術室 在就治條件極不具備的情況下 小蘭人民醫院經全院之力 半小時內組建了超過30人的專家團隊 為小蘭緊急施行中止妊娠手術 謝謝金金 謝謝金金 先生說他現在呼吸困難 要趕緊破工廠 拿了BB出來之後呢 對於他的耗癢會有所降低 那麼對於媽媽能夠創造一個 生存下來的一個機會是有幫助的 中止妊娠手術三個小時後 小蘭的核酸檢測結果出來了 陽性 他被確診為中山市第一例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需要轉往定點醫院做進一步救治 轉院的車程只有短短的35分鐘 但面對小蘭隨時可能驟停的心臟 負責轉院的廖威龍 感覺時間太過漫長 分工工作 一定要把這個病安全轉引過來 中途的話很多痰給他試痰 中途換氧氣的時候呢 血癌就掉下去的 當時我們不到30秒 我就把那個氧氣換過來了 我從越9年以來 覺得最經歷最深刻的一次 當時病人是鎮靜狀態 全身停留了很多的管道 微重患者用到注射泵 用到9個以上都是比較厲害 他當時光注射泵加上樹葉泵 至少達到12個13個左右 楊維來自中山市博愛醫院 有著豐富的危重症孕產服的護理經驗 這次他是主動報名 來到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線 於是他就成為了小敏的專職護理員 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 小敏的每一場的搶救 每一次的病情起落 楊維都在小敏的身邊陪護 呼吸機參數把它吹掉 這猝不及防的第一場搶救 就發生在小敏轉院當晚的凌晨 現在拆線準備好 我已經把生命體徵給它對著來了 避养血症沒辦法改善 我們嘗試了很多方法 實時監測它的血氣情況 差不多一個小時都要抽一次血 新冠肺炎危重症 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 濃毒症休克 折瘡器功能不全 後宮闡述後敗血症 基於小敏一人之身 任何一條都足以讓她的生命直步 可以說把我這一生的眼淚都流完了 我們從臨陣一點多 一直想到白天的時候 發現病人的情況越來越差 那就可能病癌不過去 參與搶救的 是一支由中山酒家醫院 ICU精銳抽調組成的專家團隊 面對如此複雜危重的新冠肺炎病例 這支精銳之師 也難免茫然和困惑 他們唯一能做的 只能是竭盡全力 因為它太新了那個病 沒有任何的資料 文獻 經驗 什麼都沒有 只能夠在臨床上不斷地發現問題 不斷地總結 跟不斷解決 X光片顯示 小米的肺部已經變成了大白肺 此刻 也許只有人工肺ECMO 才能挽救小米的生命 ECMO是目前針對嚴重鮮肺功能衰竭 最核心的支持手段 中山是國內最早擁有ECMO技術的城市 上了ECMO高級生命支持 我們都已經做完了 它的嚴重程度 超出我們的預計 李賓菲是國內最早實施開展 ECMO技術的醫生 具有非常豐富的專業技術 即便如此 這次作為小米上ECMO的主力 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步驟 她都一絲不苟 換我們的一個人工肺的 這個過程是非常危險的 為了保證萬無一時 反覆演練 演練到時間最短 對病人的影響最小 但這一次 救命神器ECMO 似乎並沒有發揮到 預期的作用 小米的生命體征 仍然極不穩定 平常的病人一上ECMO 生命體征變動 特別是氧和指數方面 會非常好的 但是這個病人 也是好了一點點 對比我們預計的 會差的太遠了 很難把控 各種參數 各種生命體征 說變就變 給你很短的時間去反應 微重的病情 正在毫不留情的吞噬著 小米的生命 2月6日 從這一天開始 ECMO團隊和重症組團隊 啟動了一天24小時 為小米的生命職守 病房裡的視頻監控 連接到每位醫生的手機上 發出一個危險訊號 在群內一告訴大家就趕回來了 但很多搶救就是在裡面 突然間就發現陽性不行 無論如何都解釋不了的 ICU裡日夜守護著小米的重症護士 更是一刻都不敢放鬆 各個都在病人身邊 他們每天四個小時一更換 我要反复地去檢查這個管道 固定準確不準確 有在我移動病人過程中 會不會牽拉 會不會使這些意外拖管 如果意外拖管 病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血漿的話就讓它減一減 減到一百二 五四 維持九十五 九十六 可以 你看那血漿的速度 可以再快一點 此時 在國家和省的醫療系統內 新冠肺炎的各種死亡病例討論 一再展開 許多病例 與小敏的發展方向相似 每一個危重症 上了VV ECMO以後 最後都會走到一個階段 就是右心衰竭 血液從右心進步到左心 左心衰竭的話 就下一步就是死亡 跟死神賽跑 疾求救命之方 中山救治組 即可聯繫身在廣州的 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 中南山院士 這個病人 他的特點因為是年輕 第二個男子 病情發展還是比較快 中南山院士 把一些病理的結果去公佈 給我們分析一下 我們就知道他的病變 大概出現在哪個位置 好了 關注今天的新聞 在今天的新聞之中 有一條是格外受到關注的 那就是昨天在湖北的相關新聞 發布會上 金銀潭醫院的張定宇院長 懇請康復者捐獻血漿 康復者的這個血漿 我們也叫恢復期的這個血漿 它是有這個抗體的 就是這個抗體 跟病毒結合以後 這個病毒就會失火 就會失去它的生命力 經過了多次嘗試後 血漿治療法成為了專家團隊 挽救小敏的一切希望 在已經康復的新冠肺炎患者中 能不能找到與小敏血腥一致 條件吻合的捐獻者呢 第二天我下午的時候 找到了六名A型血的血漿 聽到這個好消息 我想我姐肯定一定能夠康復的 一定能挺過去 因為我相信在冥冥之中 她能收到這種力量 舊治宿的專家們 對著康復者的病例 逐個排查 一個 兩個 三個 終於他們發現了一位姓周的女士 符合捐獻的條件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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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好 拜拜 剛康復她就答應了 非常令人感動 毫不猶豫的 就獻了300毫升的血漿 我們一家人就是受到政府 還有就是醫護人員的就是幫助 然後康復出院 然後覺得捐獻血漿對自己來說 是一個舉手之勞 然後希望能夠幫助到其他人 當天 帶著抗體的血漿 注入了小敏的身體 誰也沒想到 剛剛注入康復者的血漿 小敏又經歷了一場生死磨斗 由於插管的時差 已經達到了極限 小敏必須要接受器官切開手術 這是幫助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脫離有窗呼吸器支持的 最後一張王牌 前一天 救治組剛剛為小敏做了器官切開手術 誰知 到了2月20日凌晨2點 小敏的心跳卻突然停止 明明啊明明啊 你要加油啊 我們都在檢守你 第一時間馬上搶救 他那個器官切開那個口裡面 血慢慢滲到肺裡面去 把整個肺都堵死 就窒息了 所以那時候的所有的常數都非常非常差 救治組的醫護人員連夜搶救 緊急徵調全是所有能用上的醫療資源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就要盡百分之百的努力 我們一次一次這樣把它血化一個個 把它冰凍了把它拿出來 冰凍的情況 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就慢慢再恢復 到了這種情況下都轉成VA icon VA的話它是能夠運行一段時間 但是它最終解決不了它肺的問題 那麼我看它的肺部也不像 所以這個問題還要高度去提 說不定會突然變化 要一定的流量就可以了 與此同時 國內知名心臟專家袁勇領先的團隊 在和中南山院士等人遠程會診後 仍在逐力破解 右心衰竭的共性難題 死神正在步步逼近 袁勇只能放手一搏 他選擇了一種 與VA增加ECMO流量全然不同的做法 試著把右心的壓力減低一點 這就是通過減少ECMO流量 降低小米右心的壓力 並調節鎮靜劑的用量 讓病人間斷清醒 把肺部分泌物渴出來 其實是很多同行 並不太贊同這個 因為這個是沒有成功的經驗 就是前面沒有人這麼做過 把那個血流數調到150 ECMO的流量減少到多少才合適呢 只能一點一點試探 看模樣現在多少 從2月20日11點多開始 袁勇每隔一小時 就把ECMO流量值往下調一點 終於在晚上7點 找到了那個剛剛好 我們看他心率從130 慢慢的降到120 110 100多 最後的最成功的地方 是他最後心率降到80幾 所有的參數都是越來越好 右心衰是改善的非常明顯 這一次大膽的全新的嘗試 取得的效果 讓已經近乎絕望的醫護人員喜出望外 病人清醒了 就是這個節點是給我印象最深刻的 不管是裡面的中章的護士 還當時在外面的 都在那裡自發的去鼓掌 與此同時 另一個好消息也傳來了 血漿療法在小米身上也起到了作用 蘇健進入後 第三天 孔明明的病毒就轉移了 14點08分 成舟主任法輸EKOMO的導管 法管後心率70次 養毛度100% 呼吸引力22次 法管成功 孔明明剛剛脫機了 你們大家要小心 要觀察一下潮汐量 觀察一下他肢子呼吸 千萬不能太強 因為現在沒有EKOMO 只能靠我們自己來撐著的 能夠上21天 EKOMO成功的這個案例 據我們所知 這是全國的第一例 入院搶救27天 靠人工費支撐了21天的小米 終於成功撤機 成為新冠肺炎疫情裡 廣東第一例EKOMO撤機成功的 危重症患者 其實我們都做好了準備 要重新上來準備了 然後發現這個準備 感覺完全用不到 然後就慢慢穩定一下 我們覺得很開心 今天有一個好消息告訴大家 就是曾經引起全程關注的 產婦彭某已經在昨天 脫離呼吸機補助治療 成功脫離了危險期 2020年3月8日 國際婦女節 對小米來說 這是她生命重生的節日 因為這一天 她進入了康復期 3月8號的時候 直接停了呼吸機 也是從早上開始 一停的時候 發生病的情況非常非常好 也沒有變差的情況 也不需要再次上呼吸機的情況 然後我們覺得 哇我們終於熬過來了 這一天 一個多月水米未盡的小米 開始嘗試喝水 通過喝水來檢測她的吞咽功能 印象深刻 剛開始進食水 然後病人就可以一下子喝 5到10毫升的水 3月13日 身在廣州的中南山 對小米進行了第三次遠程會診 討論小米轉出ICU的可能 實際上是在中山 動揚在中山的所有的力量 特別是ICU的力量 來共同開展這個治療 它這個撲洗功能 還是覺得比較及時的 插管呢 這個用上愛國 基本上還是比較及時的 我想這個病人 是可以離開ICU的 這個真的是一個奇蹟 一關一關地慢慢闖 一關一關地陪著她走 非常的認真去做好這件事 還有成就感 感謝前面的一部人 謝謝 你一定要加油 我們也加油 好不好 好好的好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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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 把舌頭伸出來我看看 好的 把两段手举高给我看看 进步很大 比昨天又进步了 我现在觉得好像你都没什么问题一样 现在病人进入康复期 正好是中医发挥他长处的机会 根据他的这个病情 我们是采取了一个 根据七因两三理论 照顾他的脾胃 后续的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些 都设计好了 包括脱机后的一种锻炼 我们觉得都是对患者的回归社会 还是很有帮助的 这些病人差不多就像绣花样 精雕细刻每一个细节都做 我觉得中山市还是做得非常好 当然这个由省医院 由管理副医院的这些专家来指导 但是最关键是你们自己的团队很真正 做得很出色 对我们也积累了很好的纪念 也给全国积累了很好的纪念 听到你说话 基本上你之前都很有气力了 你马上回家应该太近的了 出去了以后 你还说请我们吃饭的 会不会兑现呢 好的 没问题 我好过吧 在生死43天里 有80多位白衣天使 有无数双关切的眼神 有强大的国家作为支撑 是所有的力量汇聚一起 和死神进行了一场精心动魄的生死较量 才让小米以后的生命里有了更多更多的43天 而这仅仅是中国八万三千多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一个 一个 死里逃生吧 医护人给我第二次生命 感谢中南三院士 感谢医护人他们从死神把我拿回来了 感谢中南三院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